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然有至少一个人洞悉这个宇宙大道黑洞小只夸克 还有伴随我们其他人包括成千上万的动物和植物的任何事物 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逻辑还好理解对不对 人类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是不同的 这是我们之前已经论证过的一个事情 真实的世界我们指客观的一个世界 客观存在的一个世界 这个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论证过 间接地证明过真实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怎么论证的大家还记得不 我是这样说的 人类个体或者人类整体的主观意识有一个奇连 这是我们的一种直观对不对 因为很简单嘛 你一个人你没有人记得零碎以前的事情吗 对不对 没有人记得零碎以前的事情吗 所以他有一个奇连 他有一个奇连 然后呢 一个零零后或者是比如说九零后的朋友 然后你可以和六零后的一个老人交流 那个老人会告诉你 他说文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的这个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然后你说 哦 原来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说 你知道了一些在你的主观意识 存在之前的一些事情 那么就间接地证明 这个世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大家有明白这个逻辑没有 很好理解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的第一种假设是 如果人类的内心世界先爱于真实的世界 那么这个宇宙就由人类创造 这个很好理解了 为什么 内心世界通过自己的身体 就是人类的身体 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再进行表达 对不对 如果内心世界是先爱于这个真实世界的 那么真实世界就是之后存在 那么人类的表达就落后于 落后于内心世界 落后于内心世界 所以这个宇宙是由人类创造的 是由人类创造的 必然有至少一个人 洞悉这个宇宙大道 黑洞 小只夸克 还有半数我们其他人 包括呈现上万的动物和植物的任何事物 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不可想象的 你说古老师 这个地方有一个漏洞 如果它不是由人类创造的 它是别的一种什么 机制这样产生的 有没有可能呢 这个可能是有的 这个可能是有的 再比如说人类是内心世界先存在了 但是你这个地方 也没法解释的就是这样的 人类的身体就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内心世界先存在了 那么身体不存在 这种情况 似乎我们直观而言 我们觉得是不太可信的 不太可能存在的 人类的内心世界先存在了 然后才有人类的身体 然后人类的身体 才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 进行表达 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 不是太大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角色 就做了这个推论 你说为什么我们要朝这样一个角色方面 去想这个东西呢 我讲到后来 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好 我们接着看 第二种角色 如果人类的内心世界和真实的世界 同时出现 共同成长 那么最初人类的内心世界和真实的世界 必定出自上帝之手 然后由上帝将这个世界交由人类打理 这个逻辑也很好理解 如果内心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 是同时出现 同时成长的 那么就是说 不是人类创造了真实世界 也不是说真实的世界里面 通过一种方式 演化出人类 那么只可能说 这两个世界都是出自一个 造物主之手 我们把它称之为上帝 然后呢 上帝将这个世界交由人类打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断地在表达自己的一些诉求 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些结构 对不对 表达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些结构 上帝将这个世界交由人类打理 第三种角色 假如我们认为前两种说法有点玄乎 就暂且认为人类的内心世界 宛于真实的世界出现 真实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可能人类也只是 从某种强大无比的智慧生物 或许他们与这个宇宙同时出现 或许出现得更早 人类从他们手里 继承了真实世界的极小一个片段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为什么有点玄乎 这个就不用说了 直观上有一点玄乎 就是说人类是有一种感知的 就是有感性的认识 感性认识 哪些说法比较可信 哪些说法不是太可信 这是一种直观 那么我们就暂且认为 人类的内心世界 宛于真实的世界出现 真实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可能人类只是从某种 强大无比的智慧生物 而这种智慧生物 创造了这个真实的世界 或许他们与这个宇宙同时出现 或许出现得更早 人类从他们的手里 继承了真实世界 这种极小的一个片段 你说古老师 你这一课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我听了虽然听明白 你在讲什么东西 但是它有什么用 这个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人类的内心世界 是宛于真实的世界出现的 那么这对人类做了一个定位 这就是这节课的 一个意义所在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定位 它帮助我们更加和谐的 或者是更加系统的 更加理智的去认识这个世界 有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这比如说你认为那些世界 是早于真实世界的 那你可能就想的是 人类是无所不能的 那应该就是 至少有一个人会是这样 对不对 它创造了一切 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它非常牛 它创造了一切 包括真实的世界 都是它创造的 它无所不能 它知道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东西 花花草草 猫猫狗狗 还有一切动物 一切植物 一切原子 一切夸克 比如说大大黑洞 小到小到一些夸克 然后行星啊 恒星啊之类的 它都知道 如果是你 思路朝这个方向去了以后 那你认识这个世界 就会出现一种偏差 对不对 就会出现一种偏差 所以如果是我们 认为我们的内心世界 是宛于真实世界出现的 那么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 相对而言 是处于一种 比较谦卑的一种状态 比较谦卑的状态 我们就会想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原来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认识不到 这个是行有可原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 人类在整个宇宙中 相对而言比较起来 是很渺小的 很渺小的 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 去探索这个宇宙的一些真理 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到一切 我没办法做到一切 就顾老师原这个意思 对就这个意思 好 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 我的QQ是13184359 如果有想好探讨 学术方面 音乐方面 旅游方面 生活方面的朋友 尽其用联系 我的腾讯音乐人 的一名叫川南学派 就是和我创建的这个学派 川南学派 四川的川 南方的南学派 是同一名字的 如果有对我音乐 感兴趣的朋友 然后你可以在腾讯音乐上 直接搜索 酷狗和那个酷我音乐 也可以搜索到 川南学派 然后你就可以听到我的音乐 欢迎关注 欢迎点赞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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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